随着联邦上诉法院驳回拜登政府早前提出的学贷豁免计划 一些贷款人回应并没有得到学贷宽解 且包括内布拉斯加州 爱荷华州 堪萨斯州 密苏里州 阿肯色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这六个共和党执政的州份都向联邦上诉法院发起挑战 尽管项目被搁浅 但白宫现在仍然鼓励负债人可以继续申请豁免项目 而商业局则提醒申请人当心网上诈骗分子的不法行为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